又水一点震的都没有 对吧 马上在哪里 有没有水平的水 就这样 就是说你看边上看到这个白色嘛 这个是水 就是脑机液 中间这个灰色的是脊髓 脊髓是泡在这个水里面的 你从这里可以看到 这个白色的液体 到了这里就断掉了 上面也有 但是这一节没有 是因为这个突出的 它往后面抵之后 它就已经压到这个脊髓上面 它把这个水就压开了 这个就是已经到了一个 你要出症状的临界点 如果说它再继续往后突 它就会在你的手上面 表现出这个症状 这个叫神经根系进去 你现在没有症状 是脊胶或突出 导致引起症状的这个边缘 我们正在一个运动学的角度来讲 你如果不去训练 那么你永远打不了比赛 我觉得从基本的原则上来讲 就是一个叫循序渐进 你一开始 如果你原先是不是坐50公斤的 你先从5公斤开始做 你想问的是后续的资料 但我等于说还是要反问一句 你的计划是什么 可能你要去打的那场比赛是纪约 我希望能在12月份 现在才4月份 有个半年以上的准备期 我觉得这个情况 该稳定的就稳定了 如果有新发的问题也会发出来的 这个半年时间已经观察 在我们的课程中 我是这样的 好 谢谢 好 好 好 放心吧